歡迎各位朋友收看我們最新的環節《大平反》 也感謝各位現場嘉賓來參加這個遊戲 《大平反》這個新環節主要是給新聞界指責或者非議的藝人平反 究竟能否平反或者維持原判 就由我們的現場觀眾作出最公平的即場決定 對,為了這個環節更公平地判斷 我們請了一群嘉賓作證方和反方兩方面給予一些意見 而還有這麼多現場觀眾 我們仍然也有一個最出位的觀眾獎 可以得到現金獎三千元 對,占叔,我們立刻要介紹一下 我們今晚要平反這個藝人出來,好嗎? 好,她就是最近人氣急升,但備受爭議的李莉莉 多謝你們 謝謝你 今天你找了幾位老友上來 替你作出澄清支持你的麻煩,你介紹一下 好,這裡是Pat 然後是Eric 偉言和陳奕 還有一生世歸的 還有 謝謝 我們為了保持主持人的中立 我們特別請了一位嘉賓上來 跟我們做主控官 是負責提出質疑或者質問的 那她就是… 緣兆祥 跟我們今晚的主控官,謝謝你同體 謝謝你 對了,有正方當然有反方 那我先介紹一下反方的嘉賓 分別就是張崇基、小偉、張崇德 不是,是由美軍的,歡迎光 謝謝 在每一條罪狀,我們都聽聽正反兩方面的意見 之後呢,所有的現場觀眾就可以根據嘉賓所說的話 或者是我們今晚的特別嘉賓,你們來的自便 來看看,表示支持或者反對 各位看到我們在旁邊這裡有個分貝機 它完全是靠聲音就會指出哪一樣的聲量最大 那如果支持Lily的聲量大 Lily自然就會升高一級 而主控官長仔就會降一級 那相反,如果反對Lily的聲量是大的 Lily就會降一級,長仔就會升一級 到最後那裡,我們還會有五位 在現場觀眾那裡選出來的評判團 就是作總決定了 究竟能不能夠為Lily平反 就要看看她將來的位置 是升不升得高過我們今晚的主控官 袁紹祥 第一大罪狀,底褲像表面 經常作大膽打扮,影響社會風氣 好了,我們首先給個機會 我會叫Lily今晚來做自便 我公司準備幫我設計一個形象 是屬於性感和傻大者 剛剛有首歌是說愛美神的 是想設計一個女超人 以前Superman也是把內褲穿在外面 那我就把多條內褲穿出來 我現在又不是沒有穿衣服,又不是暴露 是穿了三條褲都會被人說 你們說,你們說是甚麼? 聽聽正方的,你們這些好朋友 要怎麼幫你辯護 在樂壇上,大家有很多不同類別的歌手 那好像Lily,你說穿的 在外面,其實我覺得 也不可以算是暴露 只不過是一種時尚的看法 不過就差在大家認不認同 博言,你究竟是不是 你教他這樣來博出位 現在是潮流卿反轉了 我想前陣子的遠藍天師 也覺得頗精彩 現在潮流卿是把內褲穿在外面 三天反轉來穿 我覺得是一個時尚 為什麼我覺得這年 引導社會方向向正路呢? 第一,我們人記起超人 我們疑似記憶 即是說內褲穿在外面 這個是正義的 她的內褲是貼身的 她的內褲經常鬆的 會支持她的一群人 穿了內褲在外面 你以為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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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說不夠 我沒有說不夠 只不過是印象 真的是內褲 但我也很確定 她只穿一條 她穿了三條 你穿多少條 都是把內褲穿在外面 你穿了十條內褲都是在外面 都是叫內褲 就是問題 我覺得是不是 應該要穿內褲在外面 有時候有個女兒 她穿了內褲在外面 幾十年前 有人都是這樣穿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女兒說 我覺得是這樣 你贊成 一生你贊成 你未來老婆穿內褲在外面 我沒有問題 我覺得沒有問題 只要有個內褲就行 我只不過是走先了幾步 以前的人染金髮 就被人罵 現在就在外面染金髮 很多人都給你先的 很多人都給你先的 問題就是 你穿得那個方式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不要說風氣 如果他們覺得這樣 引導正確的話 全世界的時尚潮流 將會談到很差的方面 不會 以前的女人應該長頭髮 美君你也做短頭髮 就不對 以前的女人不應該長頭髮 所以你不應該長頭髮 你不會把頭髮貼在腳上 如果你穿得像普通市民那樣 人家為什麼要看你 但是現在穿的是 普通市民都很容易買到 在廟街買到一條 可能人家普通市民都不會想穿的 又鬆又微的 橡筋頭 我想問問張誠基 張誠德 這年唱熱咖啡 那時候 你們一群歌聲就雞飛狗走 那是怕什麼呢 我們站在後面 但是當Lily這樣 剛才我看回片段才看到 就是她走過去人群的時候 面前有幾個就是有少少走開那種 我們在後面就不知道什麼事 見人走你又走過 那你就以為火足了 這個主控官 請長殺手 你講吧 我覺得Lily穿著底褲在面 絕對不會造成任何社會風氣 因為所有市民都會選擇 什麼叫漂亮 什麼叫醜樣 Lily穿著底褲在面 究竟是否造成社會的不良風氣 還是造成社會不安 和整體是人的 你很動性 好 觀眾又覺得怎樣 這個社會來說 你看什麼情 如果是為了做表演 沒有所謂 如果是私人生活 這樣的話 都挺頭赤的 是小朋友看這個節目的問題 這個不是意思 對 其實問題就是 你穿100個胸圍 再加100條底褲 接著不穿衣服 走出街 人家也只是說一句 你穿胸圍的底褲出街 他會不會說 請問一下 你穿了多少件的胸圍 多少件的底褲 我十件 這樣就沒事了 我兒女 你又人氣急性 每個節目都有 我兒女又經常問我 那時慘 真的問我媽媽 為什麼他這樣 那麼肉酸 那個底褲 這樣 哈哈哈哈 辯論非常激烈 我們試一試評分 都可以叫 認為李莉莉這樣穿 是非常之好 不會影響社會風氣 你們大叫李莉莉三聲 李莉莉 好啊 就有103.0 支持祥仔… 支持祥控的控訴 楊莉莉莉 是有112.5個分配 即是說 袁兆祥要升級 第二大罪項 偽造證書 李莉莉自稱為 加拿大某大學的分業生 後來經過周刊揭發 李莉莉的證書 懷疑是偽造的 自便一下 你對這項的指控 是有甚麼解釋 或是有甚麼變化 不好的新聞 都是新聞 對於我們的藝人說 是很重要的 好語不好都是新聞 我首先要很感謝你 你都沒有說 真是假的 甚麼真是假 即是你是不是在大學讀過 我從來沒有自己 跟傳媒說過 那不要緊 但不要緊 他要跟周刊 自己走來跟我說 要拿我的新聞 就是照片 我們知道的 你聽我說好嗎 乖 相信你沒有聽過我說話 不是 對 而是我想幫他們解釋個問題給你聽 一句說完 當時如果當時的人 有看到那期的周刊所登出來 他自己都沒有寫明 真是假的言論 只是很簡單地答覆 我只是想 我只是想知道 這個答案是有還是沒有 那… 是有還是沒有 不是我自己主動交給他 是他 他沒有被動 是有的 是他沒有被動 他沒有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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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大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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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理由 甚麼都你會說 你說甚麼 我就是要說甚麼 你放心 你放心 你一定要知道 這件事是怎樣發生 我現在想問一問你 你是想… 因為我們想知道 這本集是否在誒毀你 多數都是 似乎你現在不是在幫我 你現在還在做反方 反方也是人 你是在做反方 我們是很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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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燕又把姚輝 你站在其中間不斷 你勸勸我們就去哪邊 你人氣這麼急聲 我不站著 不是啊 有時走一邊 有時走一邊 你自己主要不定 我都很想明白了解你 像我們兄弟一樣 我們擺了很多時間去讀書 才拿了讀書回來 而現在人家說 這樣可以原來 只是做一張證書出來 你都說沒有害 那對某些人是很不公平的 這張照片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就不是叫做煲水了 究竟我們現場觀眾 覺得他這個指控的罪名成立 或者是不成立 現在預備了 你來… 是105.9 他指控的罪名是成立 不應該獲得平反的 請你大喊 阮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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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13.3的分配 李李李在這項的罪名 就是成立的 即是說 阮兆祥就要公一級 李李來 就要公一級 廣告回來 我們再見 好幾乎 對 那 呢